跟台南風災的事情其實民怨兩極化 我們想知道一下會不會影響到最近年底的九合一選舉 那您的看法是怎麼樣子 那這樣好吧 我回答這個問題之前 我先講一下我執行的目的好嗎 我想這個應該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次我到洛杉磯來 大概主要有幾個目的 第一個是要跟這個我們美國眾院的外交委員會主席 Ed Rose 表示感謝 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他曾經他去年 曾經到台南市拜訪 就受外交部的邀請 到我們台南市來拜訪過 那當初呢 我們有請他幫一個忙 就是美國商務部對太陽能產業 有在調查反傾銷的這個事情 但是當初大家都很擔心 如果把台灣跟中國把它混為一起 台灣沒有自己代表人出來 替自己講話的話 可能對台灣太陽能產業會很不公平 所以我們當初就利用 Ed Rose 到台灣到台南訪問的時候 我們有特別跟他說明這個事情 也請他幫忙 那我想 已經有一個結果了 我想這個商務部 初步的這個決定有出來 所以有一個初步的成果 所以我們今天 把我利用來到美國訪問的時候 特別會到西岸 來跟他表示感謝 另外一個是 我們台南人感到非常光榮的 就是江俊輝先生 就是加州的主記長 其實是出身台南 他的練堂是台南人 去年也曾經到過 他的台南來訪問過 我們這次來也訪問他 也邀請他有機會 可以再回到台南 未來我們也期待 有機會經由他的協助 讓台南跟加州的這個交流 能夠更加的密切 那這樣的話 我想對兩邊都是好的事情 那第三個是 我也要特別代表陳曲成市長 來到洛杉磯 跟僑借表示最大的感謝 那因為這次高雄氣爆事情 不是只有台灣矚目 台灣關心 其實海外也都非常關心 那所以陳曲成市長 知道我要來美國訪問的時候 特別請我 代表他 代表高雄市民 來跟洛杉磯橋姐表示感謝 那今天呢 我又帶一封 陳曲成市長的感謝信 會待會在現場的時候 朗誠朗讀給大家聽 然後表達這個 陳曲成市長跟高雄市民的謝意 我想這些都是我這次來到 美西來到洛杉磯的主要目的 那至於這個氣爆事件 大家很清楚 因為這不可規則於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作為台灣經濟發展 所指定的工業城市 其實他們也承擔了一些代價 幾十年來 埋在地底下的這個管線 到底是怎麼樣 有什麼樣的危險性 恐怕也沒有一個縣市長的辦法 考得清楚 所限事件包含之後 陳曲成市長非常穩健的 解決各種問題 那同時呢 高雄市民也非常非常繁榭 那目前 全國都非常關心 僑隊也非常關心 所以我相信這個事情 慢慢慢慢的問題可以獲得解決 那對於高雄市年底這種選舉 會不會有影響 我想雖然值得觀察 但是目前看起來 陳曲成市長的應變 處置都還不錯 應該不至於有什麼樣的影響 那至於台南市的這個淹水的情形 那我們 台南市在合併前跟合併後 都尋求跟中央政府 水利署合作 共同進行制水的工程 十多年來已經說到初步的效果 這次的812 這個西南氣流所帶來的超大豪雨 其實對台南市的影響 只在少數幾個行政區 我們有37個行政區 實際上有淹水的只有少數大概3到4個行政區 那當天雨就已經退了 雨停了 淹水就退了 這只有安定比較容易重 那安定之所以嚴重是因為 治水的工程並沒有完成 他的曾文西排水工程做到一半 似逢漲潮 所以他積水比較深大概到膝蓋 但是也是安定區兩個底 积水比較嚴重 並不是整個安定區都积水 就安定37個行政區裡面 安定淹水比較嚴重 但是安定的兩個底 淹水比較嚴重 但是也都在第二天水的退漲 所以我想整個台南市民 應該可以感受得到 這34年來 台南市政府在過去的治水的基礎上面 我們的應急工程發揮的效果 所以我在想市民應該可以感受得出來 應該也不至於因為812的超大豪雨 對台南市的選情有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市長你好 吳莊社 杜羅漢基記者 我剛剛請教市長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您剛剛提到說商務部有初步的結果 那他初步的結果是什麼 你說治水嗎 不是那個太陽能傾銷的那個東西 然後第二個是 您知道最近台灣 就是張賢耀事情鬧得飛飛揚揚的 那你覺得說這個事情對於說 目前台灣的政局的衝擊跟影響 會有什麼樣的情況 好 那那個 這個美國商務部 對台灣跟中國的這個碳門產業 是不是有造成傾銷 那的確是有按照台灣的要求 有分別由台灣的代表人跟 中國產業的代表人 各自會自己辯護 各自會自己說明 並沒有原先大家 所擔心的 整個太陽能產業 全部由中國的代表人來說明 因為如果這樣的話 台灣產業的利益恐怕會不見 那第一個成果就是有達到台灣的要求 所以我們現在是進行初步的辯護 已經進行了 那第二個呢 商務部大概 初步的這個決定也出來 本來台南市的一個很重大的公司 叫茂底 他的稅幅可能 他的那個稅率可能要提高44% 那現在也已經修正為剩下20幾% 那這樣的話呢 可能對台灣的台南產業 基本上影響衝擊不會那麼大 也不會逼得他們離開台南或離開台灣 那這樣的一個結果 對美國還有對台灣來講 其實是好的 因為台南市是台灣綠能產業 相對比較完整的城市 像我們的新日光跟茂底 這兩家公司的產能 佔全世界第三 加起來佔全世界第三 第三 所以相當大的產能 新日光 加起來的產能 會佔全世界第三 他的產業 所以 所以如果讓台灣 這個品質很高的這個太陽能電板 能夠到美國來 那美國也正在推動這個 再生能源 那他們可以組成模組 然後在美國這個市場上 來盡情 這個對美國跟台灣這個產業的合作 經濟的發展其實是有莫大的主義 所以我剛剛講說 已經有出負的成果主要是這兩邊 那我知道說太陽能板很多時候 現在美國為了降低這個生產成本 它其實當然是下到亞洲地區的 那我想說到底台南這邊是兩個大廠 你說它產能佔全球第三 加起來 那它有多少是接美國的OE面 這一本 有多少的比例降到美國來 這我就不清楚 因為這屬於公司的 但是美國是它的主要市場 美國是主要市場之類 包括歐洲 也通通都是 就是 對不起 因為台南的這個太陽能產業 是一個國際型的公司 他們銷售到美國 銷售到歐洲 銷售到其他的國家 那美國相對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尤其美國現在經濟有在 經濟有在進展 所以他們也在推動太陽能 社區太陽能 公司上面裝置太陽能 那如果台灣的這個產業 可以跟它結合在一起 對整個台灣的經濟其實是大事 那覆覆決定是什麼時候做成的 原版是7月 他本來公佈期間 修正是18號 這個月是18號 本來是40幾 那一次是7月 那8月48號 就前幾天 修到二世紀的 修正 二十幾年紀的 二十點八九 二十點八九 張耀陽還是我們大家 滿興趣的 講一下吧 因為彈顯耀這個事情我不清楚 因為花生的時候 我剛好人在美國 所以整個事情 我並不是很清楚 所以恐怕 沒有辦法分享意見 市長 你覺得說 發生這種事情 對我們跟大陸的關係 會有影響嗎 現在就是 我不清楚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 因為我這次的行程非常的緊 從東岸 紐約 華府 然後到 威廉波特 到亞利桑那 然後到洛杉磯 其實 這個時差不斷的在調整 所以那個訊息的掌握 也不是那麼樣的周延 所以我可能不方便 對這個事情表示什麼 市長可不可以 檢要說一下 您待會兒演講的重點 你要分享 我今天演講的題目是 看見未來 所以我大概會分享 我整個市政推動的一些精神 我也會分享 整個台灣最近 一兩年來的一些變化 簡單來講 民進黨的英文叫TPP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我這一次也會分享 台灣這一兩年來的一些變化 也是用BPP來代表 第一個D就是Democracy 我會用太陽花學運來做詮釋 太陽花學運來詮釋 第二個字P就是Pagmatism 就是民進黨政策的調整 兩岸政策的調整 朝向務實的這個做法 來因應兩岸的這個交流 那這個是2014年 民進黨對中檢討記憶裡面的結論 就是希望民進黨能夠積極自信 展開兩岸的交流 這個就是一個務實態度的挑戰 第三個字P就是peace 就是和平 可能我會去強調 美國的亞洲再平衡政策 台灣應該積極扮演一個區域和平的角色 然後來共同促成兩岸區域的和平和安全 台灣應該要扮演這樣的角色 所以我大概會從這幾個面向來跟今天相親來做分享 那你這個DPP的代仗台南的執政經驗有什麼面格的地方 精神上會一樣 那最近您跟台南跟大陸這邊的交流 不管是經貿或者文化這邊是不是有一些實質的成果 台南跟中國這邊的交流 不是從我這邊開始 其實已經大概十幾年來 包括我接任市長之後 都持續不斷地在交流 那也有一些成果 那基本上我們也希望 就是台南市跟中國的交流 各個城市的交流 或者是台灣民進黨 跟中國之間的交流 其實都應該要持續 簡單的講 簡單的講就是說 以交流取代對抗 以交流取代對抗 那大概是這個精神 那請問一下 因為像中國共產黨 現在他們內鬥非常厲害 中國共產黨 他們內鬥非常厲害 那你怎麼樣看這個問題 然後對以過的交流 是一個怎樣的 你們就認識 那現在目前內鬥非常厲害 您是指南一點事情 各個黨派江派習近平 然後他們是 對抗江的內鬥 然後非常地 很多人被推下馬 然後你怎麼看這個內鬥的情況 然後對以後 台南跟他們的交流 之間會有什麼影響 我想中國本身內部的失誤 應該不至於影響 跟台灣或跟台灣任何個城市的交流 市長 請總結一下 你覺得這次訪美的程 基本上整個訪美的行程 上升順利 上升順利 尤其是 是可以代表陳取成市長 在他們七暴發生之後 沒多久 面對面跟僑胞表示感謝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有意的事情 那代表蔡英文 不是也有代表中常委的聲明代表 這塊部分嗎 是 我想我們也跟 長期關心台灣的一些美國的朋友分享 分享的內容就是 我們今天晚上要跟鄉親報告的內容 就是我剛剛講的 DDP 這三個事情 市長 您訪問一下 你訪問一下那個放球營 因為你知道 我們知道台南市接下來 好像已經530 世界消防疫苗戰 對 這次訪問一下去訪問一下那邊 有什麼樣的成果 是 大概是這樣 就是我們 這次出訪美國 大概有幾個目的 從最東岸的 DC的IBM智慧城市中心 台南市是台灣 第一個城市是文化首都 有非常豐富的古文化 我們也希望台南市能夠有新的文明 能夠成為一個智慧低碳的城市 台南市也參加了今年 IBM 2014智慧城市大挑戰 在全球190幾個城市裡面脫穎而出 是16個城市之一 我們的題目就是智慧交通 所以上個月 IBM總公司有派了5個專家學者到台南市來幫忙 來替我們診斷 也協助我們提出處方 來因應未來台南市交通的這個狀況 那這次呢 我到華府 到IBM的總公司去 也進一步盡取這方面的經驗 也建立下一個階段 大家繼續合作這個基礎 市長 請問一下 您這次演講會在華交 我還沒講到棒球 他問我是棒球 對不起 那我們第二個目的是 這個是因為我們從2015、2017、2019 台南市會舉辦IBMF 國際棒球總會 世界哨棒檢標賽 很多人搞不清楚 跟威廖波特那個有什麼差別 威廉波特那個是小馬聯盟的會員 才有 就有資格參加 那台南市要舉辦的是國家代表隊 才有資格到台南市來比賽 那我們希望把他辦到最好 未來不僅僅連續辦三屆 也可以每年 每一屆都在台南市辦 讓台南市有機會成為像威廉波特一樣的棒球城市 既協助台灣的棒球運動的推展 也可以讓台南用棒球跟國際接軌 成為一個國際新的城市 所以我們拜訪了威廉波特 也到亞利桑那州去看他們的美國大聯盟的春訓基地 因為台南市目前也正在著手蓋一個 像美國大聯盟的春訓基地這樣的中心 我們的位置是在台南市的安南區 一塊30公頃的土地 要蓋一個像春訓基地這樣子 那我想這個對未來整個台南市 或是台灣的棒球運動的推廣 應該有很大的幫助 最後一個問題 請問一下 這次您會在華僑文教中心 洛杉磯這邊舉辦營獎 那類似情況 黃國昌這邊 學運代表 為什麼在華府這裡 申請就沒有辦法獲得通過呢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覺得華府這邊應該要支持 讓黃國昌可以在那邊眼睛 我覺得除非黨籍衝撞 就是說黃國昌想要用的時間 是僑胞已經限定 否則的話 他應該要提供給黃國昌 僑社去租借 然後提供給黃國昌 我跟你講 我覺得這樣做才妥當 因為去借的人 是僑借 演講的是黃國昌 也可能認人可以 我覺得不應該 有做這個場合 那我今天有機會來到LA 然後有機會在這邊跟鄉親見面 我個人非常高興 也非常感謝歐主任 提供這樣的場地就好了 謝謝 謝謝